我叫刘苏良 89年出生的 我叫胡月琴 88年的 他比较难说 华东兄弟 华就是中华的华 农的话就农出中国的农民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全网粉丝400多万 全网播放量3亿多 单条视频 最高播放量差不多1000 我叫王刚 来自四川省自公寺 我今年30岁 是一个厨师 我们的账号名字叫做美食作家网纲 主要是发布一些美食的教学视频 盐酥鸡 小尖鸭 干锅鲤鱼 小尖排骨 麻辣香锅 咱们的粉丝现在全网大概1000万左右 全网的播放量在10亿左右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刚 最近网上一个竹鼠非常火爆 他就是华东兄弟家的竹鼠 为什么火爆呢 因为他很容易中暑 很容易内伤 很容易心情不好 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被他兄弟打 送到了河边 这次受他们之邀 我们一起去他们家做客 尝一下竹鼠什么味道 很多网友要让王刚老师来 不知道哪个竹鼠要遭殃了 红烧味的 黄闷竹鼠 紫蘭味的 竹鼠包汤 干锅味的 炒竹鼠 火锅等等 听说王刚老师要来 我们现在摘点野果给他吃 这个野果又大又漂亮 好多啊 在民村里面可能地广人食吧 很多很多这些资源 你们在城市里面可能享受不到 在农村里面边际都是香腾子 一粒一粒的 很好吃的 我们这件叫南腾果 那么大一个 很香的 泥头桃 三粒子 还有好多好多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是我 是我做厨师长的时候 我的一件衣服 现在也买不到这个 特别的 对于我来说特别珍贵 拍视频对我每次都穿这个衣服 我觉得要说不一样的话 他们是开的特别唯美 小清新 我刚学出没多久 我也看这种视频 也跟着学 但是学了做出来的东西 它不是那么回事 吃起来的话 真不是那么回事 我主要是想体现出 我们真实厚处的一些场景 我自己也不是 对拍摄也不是特别在行 就是也是个小白嘛 什么也不懂 我最开始拍的还是用手机 后面才慢慢会用一些 简单的微单单反 还有摄像机之类的 也没有什么手法 也没有什么技巧 就一个三脚架立在那里拍就行了 在外面烧烤 看看东西 这些都是以前还小的时候体验过的 但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体验不到 因为城市里面它向往农村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 还有一个弄慢生活的节奏 每天不用按时起床 或者每天不用按时上班 我们只是把我们生活中的琐事 比如说这么有趣好玩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 感觉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件挺有趣的 看哪个心情不怎么样 心情不好的 哎呦 这个好像掉了一转毛头上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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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确实不行 我 我 嗯 嗯 明白明白 我懂了懂了 呵呵呵 我都吃了 还是一句话啊 我们先把锅烧热 我是第一次为大家直播炒菜 而且还是炒的这个 我从来没有炒过的主意 看见很好吃 我们现在把这个宽油倒下去啊 够不够宽 大家看一下油够不够宽 油够不够宽 首先肯定是这个姜蒜 干辣椒 四川的豆瓣酱 豆瓣酱炒红了之后就加水 翻水下锅翻水 得老漂亮吗 这个 我们吃完再来洗锅好不好 我们吃完再来洗锅好不好 你别的泡过啥毛巾干粥子 现在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我就是一个网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我有真正的实在的东西 我不像他们搞噱头 我是实实在在的做事情 然后大家喜欢我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简单直接 没有什么花里胡烧的东西 实在吗 其实我也是这样定位自己 就是自己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就是一个厨师 然后我只不过是说在这个对的时间 然后找对了平台 然后发挥出自己的一些技巧 给大家分享 受到很多受众的喜欢 然后才会成就这么一个打个引号的网绘 我更多还是希望大家称 叫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厨师吧 对网绘 其实也无所谓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没什么网绘 我们还是一直在养出手一直在拍视频 每天都是这样满满路路的狗 对于网不网绘的话 我们也不是很在乎 在北京的话 好像遇到几个粉丝 要拉着我们来拍照 自己吓了大跳 叫我一声吓了大跳 我觉得到北京还能有人认识我们两个人 这里是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的 他们经常看到 未来的打算的话 我们就还是 之中不会变嘛 就是养殖族属 把冰毛稍微再扩大一点 还有运用空间的时间 在拍视频 有些好玩的事情 有些好玩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我未来的打算 我要开实体店 这也是我 从业十几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目的 一家传菜馆 就是有我这些年 我们学会的一些特色菜 还有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 做实实在在的餐饮 就跟我的视频一样 消费在中低端 不会说很贵的内容 别人进来享受得到服务 吃得到好吃的东西 然后还价格大众化不贵 亲民 这就是我的未来想做的事情 呢 想说 明显 决定 一 进去 3 2 2 4 4 3 5 如果这个水里有细菌的进去的话 啊 要小豆 小豆 咱们帮我把小豆散 没在手术的东西的 我去煮的要煮小豆 煮的要煮小豆 煮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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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小豆散 小豆散 来 小豆散 我给你煮小豆散 小豆散 我给你煮小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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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拿开 不要那种 我要煮小豆散 我都不要再煮小豆散 因为那个伤口太大了 如果我再给它清洗的话 刺激它越来越大 出血越大 我吃点猫 吃点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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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点猫 他没出血就卸了 没出血了 用点猫 你拿着烧的这个 拌好了不 这个浓积这个力度没得 还是包小浓 腍 你用力按到 这个时候半个小时之内都要压活 现在有点痛 但是认得没啥都大问题的 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痛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在发抖 我做完手术会尽快好起来 然后我好了之后会继续跟大家更新试试 谢谢你们的支持 虽然痛 但是我还能忍得住 因为刚刚王哥的肚子不小心烫着了 蒙着的雪 全部是雪 现在在里面处理的那个 一直在给它缝砖 嗯 应该没得好那个 还好应该没弄得眼睛 所以接下来应该要休息一段时间 现在这个缝针也缝完了感觉没有什么事了 然后休息个十点八天就好了 到时候继续视频更新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不妙的肉食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策码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策码 冢派的 有点